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交给唐凤正伟 那今天唐凤的分享呢 大家想要听什么 等一下就全部由你们决定哦 大家要专心 好 我们邀请唐凤 大家好 非常高兴能够来这边 那我们来先试试看QR Code这个科技 到底能不能够扫得到 那如果扫不到的话就要清场了 好 有QR Code太好了 那如果扫到QR Code的话 麻烦扫QR Code 如果扫不到或是用电脑的话 麻烦进入slido.com 然后输入00731 请号不用输入 那不管是扫QR Code 还是用电脑的就是网址 都可以进入这样一个匿名的聊天室 在接下来三 二十 二十一分钟里面 就是以大家想要听什么 就直接在上面提出 那提出来的问题呢 如果你看到别人的问题 你也想要问的话 你就按赞就可以了 按赞的数量越高的 越会跑到上面去 那但是因为也只有二十分钟的关系 所以大概没有办法 所有的问题都回答到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还有一整天的论坛嘛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 接下来的时候 我看到每一个panel 也都是用slido 那就是等于是大家先习惯一下 这个slido的一个教学模式 这个我们在 就是远距教育上是非常好用的 因为远距你不是看得很清楚 大家的表情 其实现在我也看不太清楚 大家的表情 这样子的情况下 那举手啊什么 这个大概都比较看不到 那但是slido的话 就可以在我这个一面 用麦克风的时候 大家一面集思广益 想出说 这个课堂的朋友们 想要听些什么 这个也是我们自发 互动共好里面自发的精神 就是说老师要教什么 是由大家的工作所决定 那互动呢 因为我们知道 在互动这个素养里面 最大的一个障碍 就是在课堂上面 手机的使用 就是说当学生开始 滑手机的时候 大概就不是很想 跟旁边的人互动了 那我们的做法 就是一开始就透过QR Code 把学生的手机征收过来 变成我们教室教材的一部分 所以学生还是可以 满足他们按赞的冲动 以及是留言的冲动 那但是这个按赞跟留言 是直接进入课堂里面 变成教材教法的一部分 达到所谓的共好 而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在Dcar 还是什么上面好 所以OK 我并没有针对Dcar的意思 OK 所以大家已经开始问问题了 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有时的朋友们想要问说 自学对我的影响 是什么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是刚刚讲到这个 维基百科上最高的学历 是直谈国小 确实我在直谈国小念六年级 但是我也在万兴国小念六年级 我念了两次六年级 直谈是四条六 那除此之外 也在这个另外的四所小学 我六年念了六所小学 那这六所小学 各自念了一年 有个好处就是不用做暑假作业 因为反正都转学了嘛 OK 那这样子的好处 对我的主要有一个影响 就是说我从一开始就了解到说 学习本来就是跨文化 跨领域 然后跨世代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自己在当时 就是决定要自学的时候 当然非常感谢 应该是当时的局长 也在这边 然后我们杜惠平校长 维生国中校长 他们也是干冒风险 就是在强迫入学条例 还生效的情况下就告诉我说 那我明天可以不用来学校 我可以自己在网路上面学习 那当然因为公务人员登载不时 所以是有一个追溯期的 现在已经过了 所以也没有 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人会因为我这样讲而坐牢 所以我要说就是说 第一个它让我对公务体系的创新 有一个非常强的乐观的感觉 到现在我在行政院服务的时候 我还常常想到杜惠平校长 或者是这个潘文忠老师 或者局长等等 就是在体制里面 愿意给大家一个空间 然后让这个空间 引导出大家看到体制 一个不同的一个地方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公务门不一定是 我们的敌人公务门 可以是我们的伙伴 尤其像我现在也负责 社会企业相关的一个事情 那社会企业大家都知道 是社会的力量 跟经济部门的力量 这两个部门加以结合 那这两个部门如果结合之后 剩什么呢 剩公部门嘛 那所以常常社会企业朋友 就觉得他要倡议 然后公部门都是挡我们的路嘛 那但是现在我们在公部门的时候 就可以采取一个权力支持 但是绝不主导的这样子一个做法 那这八个字还是太长了 所以常常缩成四个字 就是你行你来 那这个你行你来的概念 其实也是自学教导给我的嘛 因为我们在网路上当时 进入一个群体学习的过程 像在Archive这样一个 发表论文以前 就是大家把自己的论文的草稿 公开的这样一个平台里面 真的啊 就是说我每次看到哪一个论文 我看不懂 或者是我觉得它里面的推论 有些问题等等 我就直接写email 每一个研究者都跟我说 好啊那你行你来 你觉得这边不对 到底怎样才对啊 那所以这样子一下子就 养成了我一个主动学习 而且是以问题为道 相为学习 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那这个也是互动 倒共好的这一部分 这个都是对我的一个影响 有二三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从我的角度会给台湾的实验教育的发展 是怎么样 这个建议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我一直觉得说 实验教育就是体制外的 是有点像research 就是像是我们做研究的朋友了 那但是在体制里面的 就是现在所谓的教育实验 就是新课纲之后 那甚至包含可以搬到 这个大学的这个学位授予法 也开始改变了嘛 不分析啊 跨学院啊 等等都开始变成 很夯的一个主流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上一批 就是从我第零代开始 就是这一批的这个想法 我们尽可能都在 设计国家课发会里面 把它加入体制的这个概念里面 所以现在每个学校的课发会 在这个稍微比较柔性的课纲里面 以前是第八节课的 社团的等等 现在就会因为是 有校本的课程的需求 加身家广的需求等等 他不得不去跟外面的一些实验教育 或者是终身教育 或者是社区大学啊 大学社会责任啊 等等的这些方式进行合作 所以这个我们实验的结果 就可以更快地进入我们的体制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那反过来讲 体制里面也有很多的朋友 一直在想要做出突破 像今天为什么国发会 会愿意来这个指导还是赞助呢 就是因为他们很想要去做 Bilingual Nation嘛 就是说他希望说 一个人他要做的一件事情 说不定他在一些原住民族的地方 他第一个语言学的就是阿美语 那阿美语之后就学美语 那从阿美语到美语的这个过程里面 他必须要突破到我们课纲里面 很多的必修的这个实术的限制 要用什么语言来学 这个基本科目的限制 老师的资格的限制等等 这个是真的只有实验教育 能够做到的 所以每一次就是在体制里面 教育实验 一撞到墙的时候 各位就是在那个墙外 然后试着再开拓出一片天空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 有26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早安请问唐政委 政府的资源要如何导入实验教育 有没有什么计划吗 谢谢 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知道实验教育 有各种不同的形态 就是说就是个人的形态 家庭里面的形态 团体的形态 机构的形态等等 那我一直觉得是说 我们因为现在的 不管是体制外的实验教育 也是要实行洋才 自发互动公号 终身学习 我们在体制内 也是实行洋才 自发互动公号 终身学习 说真的没有什么差别 那所以应该是说 我们有相同的目标 只是我们的取境不同 所以我常常就是告诉 因为我也负责 就是社会创新行动方案里面 大学社会责任的部分 YouStart 就是在一面上大学 一面创业的部分 等等这些部分 我经常都是鼓励他们说 你就把你的这个机构 当作一个资源 任何的自学者 不管他的年龄 不管他是 就是可能八九十岁 然后经营一个洗衣店 然后想要学 怎么用Instagram 等等的这些 就怎么当model 之类的 就说不管他的 这个年纪怎么样 或者是说 他在意的事情是什么 那你就把自己 当作一个资源 去提供出来 用一个共学的一个方式 把自己本来的 做的这个事情 等等 变成在线上 大家都可以看的一些资源 这是MOOC的部分 那透过线上的时候 他认识你 可以透过你 再认识更多的资源 他可以变成一个 像是转介者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那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变成 一定是好像在机构 对机构的时候 只有对面的那个机构 才能够享用到 我们这一所大学会 这个体制里面的资源 而是说 任何不同的 包含团体的 包含个人的 都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好比像说 在我自己的 这个工作的场合 就是社会上行 时间中心 人爱路三段 就是有 的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非常透明的 就是我今天早上 才在那边 跟巴拿马视讯 那视讯 一般他们就说 这个地方看起来很不错 就把设计系 拿起来转一转 就看到一个 很漂亮的这个中庭 有人在那边办活动 那这个呢 就是好比像说 雨白群学嘛 之前也有在那边 办过活动 那所以呢 他就是非常 就是spotaneous 就是说他完全没有 这个预料到 我会在那边 我也没有预料到 他会在那边 那后来我就跟 雨白的老师 一起去旁边喝咖啡 聊事情 那所以就是说 有这样子一个 开放的空旷的一个空间 我们把那个空总 本来是有很多墙壁 全部都拆掉 那所以任何人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地方 它不一定要是 机构的一部分 任何人都可以 在这边来举办活动 那但是我们的要求 当然就是说 你必须要扣合到 联合国持续项 永续发展目标 不过各位 当然都会扣合到 第四项嘛 就是优质的 创新的这个教育 以地球公民为主的 这样子一个教育 所以你就可以 免费来使用这个场地 然后就跟我们的 进族团队啊 一起办活动的朋友 因为我们那边 开到半夜11点 一直都有很好吃的东西 所以说就是 非常的spotaneous的 这个自发的啊 就可以去形成 新的结盟这个关系 所以我大概的想法 就是我们提供场域 我们提供资源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 反过来主导说 好像各位 实验计划主持人 要把自己的工作 这个带领到什么方向 应该是各位来带领我们 所谓你行你来嘛 有24位朋友们说 对现在的教育现场 有没有什么看法 以及什么样子的建议 那我自己就是 其实这个是有那个 如果大家有这本 这个《青死天下实验教育》 专刊的话 第62到64页 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不在这边背书了 但是就是基本的想法 大概就是64页里面 所提到就是做一个 全球的公民嘛 刚刚提到的跨领域 跨世代跨文化的协同合作 那不管是在传统的教育里面 分门别类 就是刚刚潘部长讲的 就是硬要把各种 不同的学生塞进 同一个模子里面的 这样子的情况 或者是说好像说 我学习完完成我的学程之后 我就跟学校没有关系 我就出社会了 这两个最基本的这个概念 我们现在大概都可以 就是把它松动 或甚至把它打破 那但是当然 现在教育现场的老师 确实是需要一段 就是共同备课啊 观课啊 等等这样的方法 慢慢适应这样子 这种终身学习的一种方法 不过当你这样子 比较适应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你的工作是比较有成就感的 因为每一届的学生 每一个不同的课发会的 整个组成啊 我说学校课发会的组成啊 都可以就是给你自己 也有很多终身学习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 长期来看时间 是站在我们这边啦 就是说我们慢慢就会 累积出这样子一个 共好的一个做法啊 而其他朋友们想要问说 请问自学遇到的最大的困难 以及最大的突破 是什么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在我接触到那个 就是刚刚讲archive 就是在全世界 大家把paper就是po上去 的那样的一个社团之前 其实我最大的一个困难 就是我觉得我关怀的事情 是非常冷门的 好比像说 我之前就是在十四五岁 就是跟杜惠平校长说 我要在家这个上学的时候 其实我关心的一件事情 是为什么大家在网路上面 能够对于完全不相识的陌生人 只是透过几个简单的关键字 就可以开始一起上万人 做出共同创作 那但是我们在面对面的时候呢 却必须要是经过很多的 这个长期的社会关系啊 社会仪式啊 才能够进入这样子 彼此共同的关系 那这叫swift trust嘛 为什么swift trust的形成 那这个是我当时的研究题目 当时连这个学门都没有啊 就是说不管是你把它叫做 资讯社会学 还是把它叫做什么游戏化的理论 还是叫什么之类之类的这些 在当时连这些词都还没有 都还才刚刚产生 当然hashtag那个字 当时也是没有的啊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如果要去往这个方向去做学校 我常常会觉得说非常的孤独 因为没有任何人感觉上的跟我 就是想一样的事情 或者是说关注一样的事情 那这个是我想一开始 大家都会碰到一个挑战 那但是好在就是说 碰到了archive这样一个社群 碰到了之后的自由软体社群啊 开放原始码社群啊等等 就会发现说即使我关心的 只是万分之一的人关心的这种题目啊 那其实在全台湾也有 两千三百个人在关心啊 全世界的话更是数以万计的人在关心啊 之前所缺的只是说 有一个线上这样子一个社群的一个平台啊 把能够大家的创造这个汇聚在一起 而且并且有这个 及时的双向的一个沟通的可能性 所以在那个之后 我就一直很相信说 如果有一个线上的平台 它的目的不是要把大家关在线上 而是透过线上的集思广益 让大家知道对这个关怀的人到底有哪些 有多少人 好像这个题目 只有三十一个人关怀啊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大家就可以有所谓的social object 就是大家可以绕着这些 大家都觉得是重要的事情来进行讨论 所以我们终于这个在最后剩八分钟的时候 终于讲到SDGs了 不要完全跑题啊 有二十二位朋友说 这个 请问一下这个SDGs 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到底可以为教育做出怎么样子的改变啊 那相信大家都已经这个非常熟悉SDGs是什么了 所以我就不特别去背出 169个SDGs的永续发展目标 不过这是我常常去展示的一张文士图 那简单来讲就是传统上面 我们会觉得说经济部门就是拼经济嘛 就是要有可负担永续能源啊 良好工作 经济成长 那这个环团呢 就是帮忙去保护我们的下一代的环境嘛 气候变迁啊 陆域海洋 生态捷进了水资源 那我们这个社会倡议者呢 大概就是去确保说 我们要有优质的教育 各位的工作啊 效命不平等 性别平权终结 贫穷等等啊 那但是呢 在以前呢 这个是不明有一点各做各的 而且呢 大家用的这个与会都不一样 一边是讲GDP 讲ROI 讲什么东西 那另外一边是讲这个SRS啊 等等啊 另外一边是可能讲碳排放啊 之类 就是说我们并没有一个很简单的量化的一个方式 能够把这些平常比较直化 或者在每个领域里面量化 但是不可共量的这些东西 去彼此转移 然后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 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 联合国的所有的会员国部 包含我们就一起去制定了 这个就是2030年代 要达到这个永续发展目标 所以台湾之与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关系 也就像各位实验教育的这个伙伴 之与体制教育的关系啊 简单 简单的讲就是说从边垂到主流啦 从边垂到主流 那所以这个 这个像极了台湾嘛 对不对 国家也一样 那简单来讲 我们因为不在联合国体系里面 所以我们在发展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时候 不用先问过布鲁塞尔 不用先问过日内瓦 不用先问过纽约 我们爱怎样就怎样 然后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自愿揭露的这个永续发展目标的国家报告里面 我们甚至可以加个第18项进去 等等 那个这都无所谓 反正体制外嘛 那但是 这样子 就是就跟这个各位不受克刚的这个约束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们如果是用这17个永续发展目标来编号的话 对我们自己是真的有很大的好处 因为大家可以去花很多时间去做这里面的任何一项 但是又可以看到这一项跟其他项目中间的综合效果 好比像说如果你同时要照顾环境跟发展经济 那就应该要发展循环经济 就是零废气 零碳排 全循环的经济 又或者是说我们在发展所谓的智慧城市的时候 可会去想说其实智慧城市里面要更有智慧的市民 那这里面就是所谓的永续城乡等等 那所以在这个中间当然是我自己在行政院的工作 就是促进目标实践的伙伴关系 那这个呢以前很抽象 现在因为有量化指标嘛 所以第17项里面也有很多的量化指标 好比像说第17点18 就是说各个部门里面多清楚地去用可供量的方式 去把自己所measure到的这些资料能够公布起来 好比像说这个亲自天下 透过这个大调查问卷的方式 就让大家看到说 这个接受过实验教育的学生 绝大部分嘛 九成多都想要这个 就是如果当初这个时光虫爱机再来选一次的话 那他们还是愿意进行实验教育 那在这里面也有很多 就是可以让其他的就是惯性教育 不是国民教育 可以参考的这个 这个具体的一个可以分享的地方 这个就是17点17嘛 就是有效的伙伴关系 就是我自己就是可以拼一块拼图 但是我不足的地方 我也非常明确地揭露出来 所以并没有什么失败可言 因为就像爱迪生说的嘛 他并不是失败了那么多次 是很成功地找到这么多种材料不能用 那17点6就是所谓的开放式的创新 因为像我们在解决我们自己的永续发展目标问题的时候 在各国 包括今天早上巴拿马 之前瑞典 我现在每天大概都要视讯个四五次 然后就是一大早都是跟美洲 然后中间就是跟亚洲 傍晚的时候是跟非洲跟欧洲 我不断地在强调说 我们只要想到一点点事情 哪怕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 好比像说戴口罩是保护自己免于 自己没有用肥皂洗的双手碰到自己的脸 的这样子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概念 它事实上就是一个迷因嘛 就是说 那这个迷因也是非常有用啊 因为这个迷因我们这个有非常多梗图 他们这个梗图 稍微改一下就可以去用啊 对不对 就是说防疫期间严禁持手手 然后这个肥皂勤洗手 保持这个两只狗三只狗的距离 这个卫福部的总裁嘛 那这个是Universal Language 就是说我们在做到SDG3的时候 的这些开放式创新 我们都完全抛弃掉这个什么 出作财产权专利权什么的 在任何地方即使非洲 特别的南非国宝茶 都可以做出珍珠奶茶来 我们绝对不会告他们 也不会要他们割让一个港口什么的 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是一直有一个 台湾就是开放式创新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大家想到台湾就想到 不受联合国的规矩所限制的那种创新 然后而且就是我们创新之后 都非常的这个不利于分享 那大家要混搭台湾这边所做的 所谓的台湾model 我们一向都是非常非常愿意的 那我想这个是台湾在SDG里面 对内可以给我们一个共同的语会 对外可以告诉大家说 我们已经从边陲到主流了 有24个朋友们想要问说 对实验教育的老师以及家长的一个建议 老师的离职率高 学生的离校率高 确实我念了三个幼稚园 六个国小跟一个国中 国二就辍学了 这个离校率应该到达百分之百了 每年都转一所学校 对那但是就是说 我觉得这不一定是完全是一件坏事就是了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矽谷创业的时候 有一句话叫做fail fast 什么是fail fast呢 就是说如果你一下子发现 这个你的这个方向不行了的话 那你就很公开地告诉你的生态系说 你的生态圈说 这个这条路走不通吗 艾迪生说这个这个材料不能够用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尊敬你 而且觉得说你对生态圈有做出一个贡献 那这样子的话呢 接下来当你去发展一个新的方向的时候 这个有一个专用名字叫轴转嘛 你pivot就是轴转到一个新的方向 不是石板轴转了 轴转到一个新的方向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重新调度这个生态学民的力量 因为你就可以很明确地说 这个上次为什么不行 那这次我试试看 这样子看行不行 那你如果觉得还是不行 你来啊等等 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但是在这里面 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大家不要去觉得说 好像我们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实验失败 是我们个人的失败 或者是我们的团体的失败 或者我们的机构的失败 每次只要你能够publish 那你就不会perish 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公开地 像在今天的这样的论坛里面 充分地揭露出 要什么别人可以学习的这个地方的话 那事实上就是你去帮助大家 我本来以为时间到了 但是竟然有人举个牌子 告诉我说还有十分钟 好吧 那我就充分地应用这十分钟好了 OK 非常感谢这个临时加长时间 OK 好 那有十八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患有注意力不足症候群的小孩 适合哪种实验教育 事实上我自己这个在小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看过这个 这样战症等等书的话 会知道说里面也有一些 看起来其实蛮像郭董 蛮像注意力不足症候群的一些这个真相 那但是事实上 我并不是真正的这个ADD或ADHD 只是说我关心的东西太多了 然后以及这个太复杂了 以至于说这个人类的助力有一点不够用 那所以 对 就是说我并不是clinically ADD或者ADHD 而是说如果你的脑里想要放一个非常大的结构的话 那人类的助力是有限的 你一次只能像7加减2件事情 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当然就是手帕卫生纸什么东西 大概就不会记得了 那但是 如果我不是站在专心的解一个题目的时候 手帕卫生纸我是记得带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并不是clinicallyADHD 那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 当然我自己还是就是有这种经验嘛 所以我就是提两个具体的建议 一个是说 其实ADHD 我刚刚讲的是说 注意力不足 它是在一般的这些普通的事情上面不足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表示它可以hyperfocus嘛 就是说为什么它不足 是因为它心里有什么别的东西占据了 那你找出那个什么 那个就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它能够找出那个什么的话 它很可能就是废寝忘食的 都可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去做 当然要记得补充水分 现在天气很热 但是就说 偶尔这个一两餐不吃那无所谓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要睡够要补充水分的情况下 你可以鼓励它去探索 说现在让你这么注意力不足的这个事情 那是因为你心里有什么 创造的或者是好奇心 或等等这些内发的这个动机 因为它注意力不足 所以你外在对它的外在愁赏 就是本来对一般学生就没什么用的 对它就是更没有用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既然不能用外在激励它 你就必须要用它内在的 就是刚刚讲到的好奇心啊 或者是创造的欲望啊 等等的这些来激励它 那等它找到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带到一个相当好的这个方向 所以自发互动共好 在跟它讲互动跟共好之前 这个自发就必须要非常明确的确立 不然的话根本没有什么互动或者共好 的这个空间可言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也是很重要 就是说 就像我刚刚讲了说 我本来觉得说 我关心这个很大的题目 这个很孤独嘛 好像我自己做研究 但后来我上了archive 就发现说 没有啦 上万人都在做这个题目 这个时候忽然之间 我就觉得说 那这个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就不会有一个 好像perfectionism 不会有一个完美主义 在这边限制住自己 而是说 那我今天能够做一些事情 我就做一些事情 就不会觉得说 好像我一天必须要了解到 全盘的这个状况 我可以今天了解到一部分 那其他部分交给别人去了解 毕竟他们在不同的时区嘛 那我醒来之后 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工作 那就是蛮高兴的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当他了解到 他有一个全球的社群的话 那一方面他也会觉得说 那我自己的兴趣 别人也感兴趣 二方面他不用从头开始 比方说如果他学scratch 就是一个乐高独家赞助 因此也长得很像乐高的城市语言 那这样子的话呢 他就不需要从头写城市 他可以把别人已经写好的东西 他只是抽换一个颜色 抽换一个头像 抽换一段音乐等等 那这样的话 他在这个群体里面学习的时候 助力不足反而是一件好事 因为他就可以 好像这个蜜蜂兽粉一样 去把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 去混搭在一起 他就可以有一个更 就是overview effect 总览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所以就是说他如果适合当中系统 跟系统之间的衔接者的话 说不定是鼓励他做这件事情 但这个有一个前提 就是他必须要加入一个 够大的全球性的一个社群 有20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自学的小孩 日后进入体制 有没有哪些挑战 不是自负友谊的小孩 是不是也适合 其实我刚刚在讲的 就是说每个人心里 都有自己自负友谊的 那个题目嘛 在那个题目上面 你是自负友谊的 那但是有一些别的题目上面 因为你对别的题目 这个没有很感兴趣 所以那些别的题目上面 看起来就没有多少 自负友谊的这个感觉 那事实上任何人都是这样 我也是这样子嘛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不是自负友谊的小孩的 这个概念 我觉得我们是必须要把它松动 甚至是打破掉 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自负友谊的 但是只是有些人 他找到他在哪些自负上面 是友谊的 有些人他正在找寻 哪些自负上面是友谊的 但是并没有什么先来后到 这并不是竞争嘛 因为每个自负 每一个跑道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一旦找到那个目标 最好是永续发展目标 因为对全人的有好处 但是即使没有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加第18项第19项什么的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知道往那个方向跑 你就赢在起跑点上嘛 因为没有人跑那个方向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在你自己的那个跑在上面 永远都是自负友谊 这是一件事情 那所以就是说 然后自询小孩 日后进入体制 当然对体制会产生很大的挑战 就是说体制就必须要去修改 去说这个不分系 那怎么样子 不要用系所去限制小孩 那不分特定的大学 在大学系统里面 可以交参修课 或者是说不去分特定的学院 你可以在这边选一个学程 出去做一些就是实作 实作之后再回来 你的实作又可以到 你的书室学位用 这些都是学位受理法 本来就已经有的空间 但是如果没有一批学生 想要用的空间的话 我想大学大概也没有 什么改革的这个动力了 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 自学小孩日后进入体制 对体制提出挑战 那我们有22位朋友们 想要知道说 自学需要更多自学的方法 以及能力的培养 到底要怎么样 学会学习的方法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那简单来讲 就是跟问题相处 那个最近有这个 有一位这个 有忧郁症的朋友们问我 说这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吗 那我就说人生的意义 就是你跟迷惘相处 你跟迷惘相处 尽量久的时间 去面对迷惘 把迷惘摇进来 好像一个客人一样 等等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他就达到了他人生的意义 因为他在迷惘之中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不是乱讲 就是说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现在大的问题 结构性的问题 像有去发现目标 这些东西 气候变迁要怎么解决等等 它根本没有一个快速的答案 根本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它只给了目标 并没有给出解法的路径 那所以如果你在脑里面 想到一个快速的标准的答案的话 那个答案一定是错的 而且如果你去实作它的话 一定会造成伤害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个所有的 既有的标准的答案 大概都不能用 因为有的话早就解决了 为什么这17个远去发现目标 是那么大的结构性问题 就是因为它没有 快速的标准的答案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你跟一个困难的问题 你在迷惘当中 相处一段非常久的时间 这个就是不得不有的 心灵上面的一种 自然等等 我们要往未来七个世代 去想象北美洲的原住民的想法 就是说我们在登出的时候 要留给后面的子孙 一个比我们登入的时候 一个更好的世界 比方说李登辉老师 登出的时候就留下了一个 蛮好的一个民主的制度给我们 这个非常感谢他 好 那最后一个题目 那有18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他有 就目前实验教育机构与团体 普遍面里面有足够的 场地办学的问题 有没有对策或的规划 以及协助实验教育的发展 确实是如此 我们在规划 实验国家新课纲的时候 为什么高中能够去 就是比照大学 去做选修制度 当然一方面是希望说 18岁的朋友 不一定立刻要去念大学 不过成年还没有下修之前 这个蛮难的 因为他要说服他父母 不然得跑去结婚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看到说在高中 有相当多的空间 可以做这样子一件事情 因为少子女化的关系 所以同样因为 少子女化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很多教育机构 不管是正在 慢慢地合并的大学们 或者是其他的 好像说博物馆 艺术馆等等 他们都发现说 他们其实有相当多的地方 甚至有些博物馆 现在也想要变成 实验教育机构 可能专门去教什么 古迹修复 什么之类的 这些学们 所以第一个 实验教育法 已经把这个实验的大学 甚至研究所成绩 这一段已经开起来了 而这一段 当然实验的机构 是非常愿意去跟 就是混零 因为实验的目的之一 就是混零嘛 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 所以我想各位 在找这个机构场地的时候 不一定完全只能去找 就是国民小学 以及国民中学里面 处于即将废消情况 因为这个一年才及格了 而是能够去看说 就是在大学的这个阶段 或者是更更往上的 研究的阶段 博物馆 美术馆等等 这些东西 当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场地 可以试出来 而且他也想要去让 更多人能够关注他 可能说你即将失传的 一些技术或者艺术的时候 他就是你最好的 办学的伙伴 那你不一定要叫 机构的名字 你可以是团体的名义 只是利用他的场地 或者你也可以去说服他说 来办一个实验大学 或者研究所 今天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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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